今天一场比赛的话也是由小 一张白纸来对证到RU 来看一下这双方的卡组 一个是火球加上矿工的一个套路 昨天的比赛上 宇泽也是使用了相同的套路 然后RU的话 则是使用了矿工的1.0版本 看一下棋手 可以看到这个卡组 从卡组台面上来看的话 这个火球和一个小店 对于矿工1.0这一套 克制的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矿工这一套 主要是依靠大苍阳来打进攻 那么我们这边有双AOE 所以说来解场来说的话 应该是毫不费力的 对然后刚刚的话 也是由一个小闪 就棋手其实对方的 消耗能力更强一点 然后刚刚的一个武费进攻 也是被火球砸到了 刚那波是亏的 所以现在的话 一个矿工过去挖一下 对它主要是配合 这个皮卡解掉了矿工之后 然后配合了几方的一个矿工 再打一波输出 这样的皮卡就没有白白的浪费掉 换掉了对面一些小费 加农套 是的 那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定义 就是在矿工套里面的话 基本上这个 加农套就是用来防小皮卡 所以一定要留一手小皮卡 来针对到对面 紧接着矿工的那个皮卡 是的 防守矿工的话 其实用一些小费 不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配合这个小店的话 矿工还是能 无忧无虑地打出了很多输出 但是配合小皮卡的话 小皮卡两刀就能砍死矿工 这样的话就是完美的防守算 那我们看到这边的话也是 刚刚其实一张白费 有一些小事物的 就是在公主抬手的瞬间 去放那个苍蝇的时候 苍蝇被打不到了 导致苍蝇没有 过到对面的这个塔下去 所以造成输出 但是没有关系 这边很好 用加农套吸引一下小皮卡 用小皮卡解一下矿工 思路非常清晰 是的 但这边怎么说呢 由于这个费用的一个转换的话 这里小皮卡是肯定过不去的 因为你没有就是这一张白质 它是没有把这个矿工 加上皮卡的一个套路 完整地打出来 所以它现在要调整卡序 是的 其实主要是 矿工和皮卡 皮卡主要是用来防守 防守反击比直接进攻 要来得更稳定 可以看到这一波的皮卡 一张白质并没有去挖它的矿 但是如果也是很心急地猜到了 你不会没有去挖我的矿 直接是蒙我的血 好 小皮卡保护一下公主 漂亮 这个公主 我可以看到 这个公主存活下来 对于场上的局势变不一样 但是对面一个公主 加小店 完成了这个保护 扎掉这个公主 但是其实这个小店 如果 这个小店如果没保 就是公主如果没保护好 它其实不用介绍这个小店 这个小店 这边进攻会更好 但这边公主是失误了 白白被解掉了一个公主 可以看到 两飞哥布林解一下 但这个小店 同样 双方选手都是很注重 来保护自己的公主 但是对方的话 因为有一个矿工 在那矿工基本上去 矿工要打到这个塔 漂亮 是的 那这边其实刚刚 如果手上能够预判一个 火球的话是最好的 能够让这个塔 和这个苍蝇一起被打到 是的 因为双方都已经是 有过几轮的交手了 他们也知道对方的卡牌 相信当一张白纸 知道路的苍蝇没有下的时候 它是不会轻易叫这个火球的 因为苍蝇如果没有火球的话 对于这边一张白纸的 威胁还是非常的大的 是的 这里直接用火球进行斩杀 那这样的话也是 恭喜一张白纸 那这一局 这个一张白纸 是最后用一手 这个火球斩杀了吗 那至尊来评价一下 这位选手的这一套吧 其实我认为这套 主要是因为卡组上 从卡组上就稍微有一些克制 刚才我也说到了 这一套主要是依靠 大苍蝇的进攻 但是大苍蝇的进攻 就完全被火球 但是对方 对 是不太好的 就是大苍蝇的话 是一直被对面火球 counter到 我们一般的思路的 这套其实1.0版本的思路 是皮卡和大苍蝇 是一波进攻的方式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公主来配合一个 矿工加上扫哥布林 也是一种进攻方式 然后将同方面来防守 然后配合一几小店 其实它这个就是 火球的话 是完全克制住了 它的一个进攻 而且不停地 赚费过程当中 其实在没有采集线 这一方就相当于是 已经填补了 对方的采集线的一个优势 对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在比赛的后期的时候 一张白纸并没有选择去挖矿 一般的矿工内战的时候 都会先选择第一时间去挖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主要是 它的思路非常清晰 我的小皮卡就是防你的矿工 我的加农炮就防你的小皮卡 这样导致 入根本就没有办法 进攻到它的塔 根本碰不到 所有的每一波进攻 都被化解之后 我的小皮卡专废 反打一波 这样一刀一刀 就是小皮卡 最后还砍到那个 公主塔一下 所以这样很关键 就像那个小皮卡的魔咒 因为小皮卡的输出非常高 砍一刀的话 就相当于你走了几波矿工 可能达不到的效果 对 那我们是看到了 其实戴具局当中 就是赢戴 就是首先第一个火球的counter counter到了对面的一手 这个进攻方式 第二个就是 自己的一个进攻端的话 就是搭配的种类有很多 就是种类比较多元化一点 是的 有小苍蝇配合矿工 也有哥布林配合矿工 然后还有反打的小皮卡 配合矿工 是的 可以看到矿工这张牌 真的是非常厉害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说到哪就到哪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 Ru是一个 非常会算牌的一位选手了 所以我们也是要期待到 他的和一张白纸的第二场比赛 是的 那其实玩矿工套的话 算费还真的没那么重要 矿工套就是一直打进攻就可以了 其实说不重要的话 相比之下 相比之下可能是算对面的 比猪那些要进攻 对面的卡要更重要一些 对 记卡牌的卡续很重要 特别是矿工套 其实有时候很难做到 其实就是防守 是的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一张白纸的棋手 是一个皮卡 加上小哥布林 可能选择了皮卡 加上三位苍蝇进攻 但是非常漂亮的 换掉对面一个皮卡 加一个熔炉 这套是非常赚 是的 因为有一品鲁的 这个棋手不太好 只能是先放一个一位哥布林 不 一位小骷髅 小骷髅嘛 对 这幅进攻将来说 要完整的 看一下你们的小闪防一下后排 好 小皮卡 剪掉 逛工 是的 然后这里的话 看一下它是用小骷髅 保护皮卡 还是直接钻一波矿工过去 选择小皮卡裸胶 然后赚你的一个三倍的浆泡 是的 可以看到现在 它虽然场上赚了几倍 但是它的进攻能力 不是那么强 因为它这套 只有矿工配合皮卡 但是皮卡 虽然是速度很高 但是会被小肺解 所以说它只能依靠着 熔炉精灵 加上小皮卡 帮它清费 然后再加上矿工 这套能打得 一个完美的COMBO 是的 我们看到小皮卡 进行了一波预判 也是让这里 公主没有被 没有被这个矿工解掉 但是配合一剂小闪 也是成功带走了 这样的话 它就不惯了 正常的话解掉了 但是还会浇小闪 但是右路是比较麻烦的 一般三只小苍蝇 过来的时候 能够打到800的血量 是的 已经非常高了 三肺的话 能打到800的血量 真的是非常高 是的 所以说这小飞的 三肺的苍蝇 现在 就不得不防 对 不能不防 有火球 有小电 就直接就浇 不要犹豫 我建议这边路的话 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卡续 然后让对面 是有苍蝇在手的时候 你这边有一个公主 可以对对面 进行一套Counter 它一般是很喜欢 用矿工配合小苍蝇 是的 但是如果你看到 路这套卡牌 其实它精髓 在于它这个 镜像的释放 镜像这张牌呢 虽然大家有可能说 感觉不厉害 其实是在使用的时候 没有过度的经验 这张牌 如果用好了 是非常Emba的一张牌 我认为 昨天也是入影 也是依靠这套牌 拿到了我们这个 RT穿越下的冠军 是的 我们看看这里 还是 但是这边有费物下吗 到我讲的时候 这边其实也是 可以用一个 咕炉进行这个消耗嘛 消耗间防守 因为还是比较吃 因为咕炉的 里面出来小婷婷 第一个吃 对方的一个 这些小单位 全部吃掉 包括皮卡 是的 皮卡也是进行 其实有咕炉 对方是优势的 只不过 他每次咕炉的时机 都不是特别好 主要是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这一波之外 一张白指的 这个小皮卡 那个胖宫 一直在挖你的咕炉 一直在哪里 我不是跟你 咕炉一关一 咕炉四费 我是三费 这样的话 来说的话 还是算的 而且对于你 咕炉后续的 爆出来的小精灵 配个进攻 这个已经就被瓦解了 现在目前处于 一个强取的阶段 所以刚刚也是配合 一个小闪和公主的输出 是带走了 对方那个亡灵之后 利用公主挤压输出 是的 那我们看到 看到这个套 是一个矿工 加上一个火球的combo 刚才是375 现在还剩82 那最后一个火球 就可以带走 斩杀对方了 对 所以说现在做到 做好的就是防守 做好了 小皮卡往前走 没有问题 可以看到 其实可以 肯定可以 提前攻击一张白纸 因为这个鹿 可以看到根本就够不住 一刀配合一个小闪 不用了 打掉 那这局也是要 恭喜到我们的 一张白纸 成功地又拿下一成 是的 这局当中 其实鹿它是改了 一首火球 加上这个 炼烟熔炉嘛 对吧 但是其实这个小皮卡 加上这个炼精灵 镜像 镜像 没有带的是镜像 熔炉 镜像和熔炉 对 镜像和熔炉嘛 对 然后其实这小皮卡 搭配的这个炼烟精灵 也是有一个 很不错的输出的 所以两位对于 这个Rude的 这一首卡牌 怎么看 Rude的这套卡牌 我都说了 还是靠镜像怎么放 镜像的 如何调整自己的牌序 这套牌 这套卡牌序 七段人口 但是如果你进入到 它的节奏 在大赛赛的时候 Rude也使用了这套牌 然后最后的一个 双控宫的斩杀 也是非常强的 这样700多对写 那这套的话 其实一个核心 就是这边的一个镜子 那镜子首先的话 它可以复制 在前期你没有 因为它没有采集器 在前期你在一个 防守姿态的时候 可以下两个 熔炉进行防守 在前期你在一个 防守姿态的时候 可以下两个 熔炉进行防守 然后配合公主 然后如果对方有采集器 你可以用自己的 矿工 去挖对方采集器 对 然后而且对面 想要进攻的话 其实很难进攻进来的 主要是我认为这局 主要是因为 一张白纸抓住了节奏 而没有 抓住了这边熔炉的一个时机 是的 而这样导致 Rude没有一个自己的节奏 所以没有打出来 非常完美的 这个一个combo的进攻 是的 所以下每一场 对于Rude来说 也非常重要 因为它已经使用掉了 两套卡牌 所以我们来期待一下 下一场比赛 使用到了 皮卡球 皮卡球 这套就因为我跟Rude 平时关系还不错 因为他也跟我介绍过 这套牌 他自己就成为皮卡丘的 一套牌 这套的话 带上毒药和冰法 那是冰法加上 所谓是一个防守的姿态 然后皮卡全体一下 全体一下之后 应该要配合上一个冰法吧 然后再去接气球 是的 因为皮卡球这套 对你解来说 其实不是很好解 如果你防御塔去吸引他 那么我的皮卡 是不是非常高 是 砍掉了皮卡之后 那你还要去解气球 你不解气球 气球的伤害也是非常高 非常让你非常棘手 所以打这套牌的关键 就是也是要抓住 自己的节奏 不能让他对面 有一个机会 沉底皮卡 加上一个气球 这套combo是很难防下来的 所以就要一直在进攻 那个就是消耗他的费用 不能让他攒出来 那么知道这套的话 大家都可能比较熟悉 就一张白纸 大家比较熟悉这个套 所以刚刚也是看到了 在防守端的话 只要算准对面的一个卡续 就可以用小闪架张 完全防住对面的一个 一波进攻 是的 还是挺赚的 但是这里 看到毒药放了之后 我们就赶紧 小皮卡跟上苍蝇走一波 也是消耗到了一些血 然后这个冰法的话 也是被三费苍蝇 也是被矿工吸引了火力 然后三费苍蝇摸到了很多下 还是要让一个矿工冰赚 北上它这里没有赚 还是用小闪去解到最高 没有办法 只能用大皮卡防一下 但是这个大皮卡 被三个人欺负的不得了 已经是半血了 这个皮卡的一个动用 我认为还是不敌胖子吧 因为胖子他毕竟只比较呆 只会对那个 整个剑组去打算伤害 而皮卡的话 得出遇到兵的话 他需要后面接很多的地面部队 而他这一套 由于对面竞争截的比较快 你要不停地防守 你防守就意味着 你的卡续会一直过一直过嘛 是的 没有卡防守 我们看到这波 他又放了一个采集器 如果已经学通了 你要进我这个塔 我把采集放另一边 你是打我的采集器 还是打我的塔 但这边的话 由于对方是没有空中单位的 所以就是气球 还是特别特别的伤 是的 这个相当泡沟一下 但是血量就实在是太低了 但是看这个气球 能不能砸出来一下 没有砸出来还好 但是这个苍蝇已经非常的 在毒药的范围内 已经受到伤害 一个小闪钉也带走了 是的 那我们去看到 双弓鲁强雪 双弓鲁强雪的情况之下 这里等下一波气球 配合毒药的一个组合就可以了 是的 而且这边冰法一马当仙的话 还不错 这波气球 这毒药应该是为它铺底的 毒药早点下会更好一点 对 能够更好地保护这个气球 这波进攻这回天灭地 拿头防 那这一套的话 可以说也是打出了完整一套之后 就看到了一个皮卡丘卡牌的 一个强力之处 是的 那这局也是要恭喜到我们的入 成功拿下了这一局 那我们在这场当中看到了就是 虽然说在前期的一个防手端 我们知道是三个骷髅去防一个 那个矿工 然后用冰法去防对面的后排部队 那往往来说 冰法加上一击小闪就能防住 是的 在不停的这样一个循环过程当中 在前期保住了采集器的一个积累 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吧 是的 也是最后一张白纸 可能是它的判断上的失误 也没有选择去攻打了它的采集器 是的 它的三费骷髅其实我想说一件 这张牌也是非常厉害的 在这套牌的过程中 因为皮卡和球都比较怕一些地狱塔 是 那么三费的骷髅在走在大皮卡的前面 也是很好的 也是很好的 防御方式 只不过因为对面有一手矿工 所以自己的皮卡 所以自己骷髅守卫这个点 是一定要去防守对面的矿工的 是的 它及时转换了自己的牌组的思路 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下一场 如果我是一张白纸的话 我一定会选择用地狱塔来打这套牌 地狱塔现在可能是 克制这套牌最好的一个办法了 因为皮卡和气球 它们都属于 一般是双杀 对 特别是不小心把气球放在前面的话 是的 很有可能就是 一波就崩 一波就崩了 对 五费换到你八费加五费 十三费 是 赚翻了 所以我们也是来期待一下Ru的第四场比赛 Ru的第四场 我们来看一下 果然一张白纸是带到了地狱塔 是 换上地狱塔之后的话 对对方的一个这个双Rush组合 会有一个很好的Counter 是的 同时的话 这边因为费用还是不高嘛 然后也是没有带采集器的 它这套是矿工1.0已经改过了 因为本来矿工1.0是有一个采集器的 它是把它换成了一个小的这个苍蝇 就小苍蝇呢 它换了三张牌 其实换了一张地狱塔 换了加冬炮 三费苍蝇换了两费的哥布林 是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采集器 它那个正常1.0不是长毛哥布林 对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 可能是因为它的空中单位是比较多的 是的 它主要是这样 针对你这个气球 带了两个空中单位 八费苍蝇 没错 可以看到这个毒药浇了之后 我赶紧就是五费苍蝇跟皮卡走一波 其实效果没达到那么好 因为皮卡走到了后面 而且这个小闪其实是对面交了一个小闪 几方的这个刚刚也是看到 是他自己交的 因为之前的话是入用来防守 交了一个小闪 然后另外一个小闪应该就是一张白纸 边交的吧 这个小闪店交的是还是比较年轻的 因为皮卡放下去之后 还有一些布置时间 是的 没有必要交这个小闪 好的 这个哥布林刺刀 在背后重击刀就死了 是的 但这边竟然没有防守前排的哥布林 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吧 是的 你不要看这个短刀哥布林 防守反击嘛 短刀哥布林输出也非常高的 它其实它用了这个短刀哥布林 来防守你的兵法 杀战你的兵法 这随时那个 马上就配合一个矿工来打你的进攻 是的 那现在的话 因为没有一个毒药加上皮球 皮卡丘的一个combo 所以还是把这个毒药先手交掉 但是 反正它聚过打得非常不错 在皮卡走到了前面 帮助小苍蝇 去吸收 吸收一下前排冰种的一个伤害 还是让苍蝇打到了很多这个 攻击塔的血量 那么这个冰爬应该是走到塔 对塔的伤害还是非常低的 又是一个哥布林 哥布林 那这个皮卡已经成绩了 相信除非在进攻这种 好的 选择了另一路 反应是非常非常快 是 那么这个皮卡走过来的时候 应该配合一波气球 然后我先直接放下一个地坛 就让你绝望地坛 是的 然后这里的话 对方肯定会下毒药 那我这时候再下攻击的话 就不会被毒药 轻易地毒到 是的 然后再配上 当你毒药没有之后 你只能配合一剂小闪 那小闪的话 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苍蝇给打死 是的 配合这一波残蝇会不灵 刚才就跟这个皮卡 那这一波就转了 转到飞起了 看这个皮卡 是否能打得好 打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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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卡是打不到 但这一波在费用上 转了非常多 是的 而且它对 一皮肉的这个血量 也就成了7百多了 应该在走两波皮卡 加上一个 双蝇 最近也很好的 能带走这个 这波比赛 它有低于塔 这个皮卡的气球 根本就过不去 那我们这边其实可以用 就是肉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姿态 用一个这个毒药进行防守 而不是用毒药再去摊对方的塔 因为对面真正厉害 是这个武肺的苍蝇 你用小了小 你戴不掉它的 主要是其实客观上来讲 不讨论技术 这套牌子确实也是非常特别 是的 可以恭喜到一张白鸡 也是成功拿到这场比赛 干净有3比1的比分 3比1的比分 已经是非常 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因为肉也是一个 拿到非常细腻的选手 之下冠军的 对吧 青春无极限就要玩出格 统一冰红茶